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类的元首如何帮助它们摆脱困境 敬请收看杰马科技史大熊猫奇缘 每一天关于这种动物的消息都在吸引着我们的关注 2023年8月3日 正是大熊猫鸭鸭的23岁生日 也是鸭鸭旅美回国后的第一个生日 无数网友们通过网络观看了鸭鸭的生日现场 面对为她准备的生日蛋糕 鸭鸭闷头大吃 粉丝们听着她咬断竹子的清脆声音 看着她专注享受美食的样子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吃饱喝足后的鸭鸭又开始在家里肆意玩耍起来 2023年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里 一只名叫花花的大熊猫成了大家的最爱 这个体型超萌 圆滚滚胖乎乎 连脖子都看不见的花花 不管干什么都是不紧不慢 就算食物和玩具被别的大熊猫抢了也不着急 它成了大家眼里绝对佛系的大熊猫 在北京动物园 有一只大熊猫更是名声在外 它就是大熊猫蒙兰 因为排行老三 再加上格外活跃乖蒙 因此得名西之门三太子 无论是哪一种大熊猫 它们都成了我们心中的动物明星 花花和蒙兰现在实在是太火了 多少人千里迢迢地来到成都北京 要么顶着日头 要么无惧风雨 毫无怨言地带着十足的耐心 在动物园里 跟随着长长的人流 一点一点地挪动脚步 为的不就是能亲眼见见这两个小家伙吗 只要是能看上一眼呀 什么排队呀 堵车呀 这些烦心事那都不叫问题 顺带着呢 花花的饲养员 谭爷爷也火了起来 好多人都说呀 谭爷爷对于花花有点太偏心了 您看 大运会期间 为了迎接更多的游客 别的熊猫呢 谭爷爷呀 只是给简单地擦了擦身子 略微收拾了一下 但是花花呢 谭爷爷呀 是认认真真 从头到脚 给洗了个澡 打扮的 那叫一个干净漂亮 活脱脱的 就是一个小公主 用网友们的话来说 花花的毛发洗完澡之后啊 白到发光 就凭这 谭爷爷还敢说 自己不偏心吗 而人诵外号的 西之门三太子 蒙兰 作为一只雄性大雄猫 每次出场 定然是自带背景音乐 无视众生的王霸之气 那叫一个显露无遗 只是一个僻腻的眼神扫过 瞬间就碾压全场 在一阵尘土飞扬当中啊 凭借着矫健的伸手 三两下 便可以立于巅峰王座之上 我等围观众人 皆震惊 拜扶不已 试问天下 有谁能够拒绝得了 熊猫的诱惑呢 形容熊猫的可爱的词语啊 惯用的 传统的 离不开 憨态可居 网络化一点的 较流行的 有什么毛茸茸 毛团子 圆滚滚 萌萌的 这些词语啊 很好地说明了 熊猫讨人喜爱的原因之一 但如此宠溺的描述 并不足以概括熊猫的 全部行为和性格 别忘了 归根到底 人家是熊 不是猫 比如说 2021年 陕西佛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巡护员们 进行巡护的时候啊 就发现 一只野生大熊猫 坐在半山腰上 手里拿着根东西 吃得正香 仔细观察发现 那不是竹子 而是一根 一尺多长的 灵牛的骨头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曾经观察过 熊猫捕猎山羊的过程 那一掌拍下去啊 看起来就跟棕熊 没有什么区别 这一巴掌下去 山羊当时就动弹不得了 在野外 熊猫如果感觉到 生命受到了威胁 或者是带有幼崽的母熊猫 一旦有人接近 它要是生气发脾气的话 咱们人是根本无法抵挡的 在这种状态下的熊猫 就充分展示出了 动物凶猛的一面 大熊猫总是这样憨态可居 温顺可爱的状态吗 其实并非如此 在有些时候 它们也会为了保护幼崽 或是维护领地 呈现出颇具攻击性的一面 维维 栗子平大熊猫生态与保护 四川省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副站长 长期从事大熊猫的研究 它将针对大熊猫的诸多有趣特性 做出解读 野生大熊猫它的攻击力是十分强悍的 因为它是属于食肉动物 然后它的兽性也非常强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爪非常锋利 它的齿撞肌非常突出 头骨的骨板厚而沉重 此外野生熊猫在发擎期 繁殖期它的攻击性都非常强 我们在野外追踪的时候曾经碰到过 野生大熊猫有主动攻击人这样的一种现象 2007年 在福州大熊猫研究中心里 曾爆发了一场大熊猫之间的打斗 这只正灵巧地吃着嫩竹竿的熊性大熊猫 名叫福富 相邻的另一个龙舍里则是林阳 它们拥有一片共同的活动区域 可就算是这个空间 两只大熊猫也要划分出各自的领地 一棵新建的人造景观树 都成了它们的争夺焦点 为了这棵树 两只看上去温顺的大熊猫大打出手 几个回合下来 福富依靠着劲儿大耐力强的优势 占据了这个空间 林阳只能无奈地落荒而逃 从古至今在人类眼里 它们可爱温顺的模样 都会得到人们的宠爱 考古发现早在西汉时期 大熊猫那憨态可居的样子 就已经出现在了人类的身边 1975年 在陕西西安坝桥地区 汉南陵附近劳作的几位农民 无意当中找到了几个属于林寝的陪葬坑 在这些陪葬坑里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 其中就包括犀牛的骨骼 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 有一具动物的尸骨啊 看起来跟牛马差不多大 但它绝对不是牛 那这会是什么动物呢 恰在此时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周国新老师 正好在西安 听闻了这个消息 立刻就赶到了当地 结果经他鉴定 发现这具不知名的骨骼 就是属于大熊猫 在汉南陵的陪葬坑里 居然出现了大熊猫的骨骼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先来说说 汉南陵里面埋葬的是谁 汉南陵是西汉时期 汉文帝的母亲 伯太后的陵琴 在她的墓葬当中 居然出现了犀牛和熊猫 这让人们就觉得多少有些奇怪了 按道理说 关中地区的气候较为干燥 这两种动物是绝对不会在此地生活的 而且它为什么会出现在 一位太后的墓里呢 1975年 在陕西省西安市坝桥地区 伴随着汉代伯太后古墓的发掘 一件特别的动物下颌骨化石 吸引了考古学家们的关注 这件化石经过动物学家们的 共同鉴定和分析后 最终确认 它是一件大熊猫的下颌骨 这个发现 让人们充满了兴趣和想象 伯太后搏击 汉高祖刘邦的侧氏 汉文帝刘衡的生母 她的前半生 曾因遭受吕后欺凌而充满坎 此后 随着儿子刘衡即位而尊贵至极 学者们推测 按照古人誓死如生的理念 伯太后去世后 人们特意把她喜爱的这只熊猫 作为陪葬品 埋入到了墓葬中 这个考古发现 引发了学者们的种种推测 结合史记以及水晶柱等史料的记载 学者们认为 秦汉时期的关中地区温暖而多余 分布着茂密的竹林 这里很可能也曾是大熊猫的家园 或许 正是在某次的邂逅中 他们成为了这位太后的最爱 有学者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其实在西汉年间 关中地区的气候条件 跟我们现在大有不同 空气较为湿润 而且在坝桥地区 白鹿园所在的这个位置 到处可见的就是密林竹丛 有熊猫存在 一点都不奇怪 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 为了彰显皇室的尊贵 人们临时起义 在野外捕捉到了这只异兽 埋入了墓葬里 汉代的丧葬习俗当中 有誓死如生的理念 或许 伯太后生前活着的时候 非常喜欢熊猫 跟我们今天的人一样 于是 等他去世之后 子孙为了让他在阴间 也能享受 现世当中的生活待遇 特意地把这只熊猫 作为陪葬品 埋入到了他的墓葬当中 也就是说呀 这只熊猫很有可能 是被豢养在皇家幼院当中的 一只观赏动物 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足以说明 在西汉年间 熊猫也很讨人喜欢 甚至生活在关中地区的人们呢 时不时地还可以见到它 不少人都把它当作一种异兽来看 非常宝贵 无论是哪一种推测 都足以证明啊 在西汉初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就已经 较为了解熊猫了 而且时不时地 还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到它 但是大熊猫也好 熊猫也好 这样的词语是近现代才出现的 那么在古人的语言系统当中 在我们浩如烟海的文献 典籍当中 有没有出现过熊猫这个词语呢 在没有这个词语的时候 我们又把这种动物 称之为是神呢 根据学者们的考证 熊猫与人类早已有了密切的接触 有些学者根据西汉时期的 《毛氏顾迅传》等史料中的记载认为 出现在中国早期历史史料中的 周语 可能就是今天的大熊猫 还有一些学者 则结合近朝学者郭普 在尔雅的注解中 对《墨报》的说明推测 郭普所描述的分布于属地 并且以竹子为时的黑白色动物 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大熊猫 丰富的史料说明 在我国文明的早期 大熊猫已经被古人们所关注 这也让古人对这种动物充满了好奇 感谢您的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于大熊猫石铁吞金的说法流传已久 直到清朝依旧有人这样描述 那么所谓的石铁兽的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 古人们当时看到的说熊猫到了村民家里面去吃铁锅 其实是因为在食物淡季的时候 山上竹子食物资源匮乏 在山下的居民们这些煮的铁锅里面还剩一些残根冷制 然后熊猫它闻的香味它就下来了 它就去翻这些村民们锅里面的剩菜剩饭 其实并不是它去主动去吃这些铁 吃这些铁盆 吃这些金属元素 从动物的行为学上来说 从动物本能上来说 它也没有办法消化得了这么大的金属制品 尽管古人的描述并不科学 但是这些记载也从另一方面说明 在大熊猫分布的四川西南和陕西秦岭地区 人们总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每逢食物短缺之际 它们还会溜溜答答来到人类活动区域寻找食物 这才有了关于它们的种种传说 这是1949年出版的一本书 名为《戴维日记》 它是一位神父兼博物学家阿尔蒙·戴维 在1866年到1869年期间 第二次来到中国之后的旅行日记 这本日记为我们还原了戴维神父 和大熊猫之间的一段往事 1866年2月戴维神父从马赛出发来到中国 他在自己的日记当中说到 尽管旅途艰险 前路未知 但心情的激动无法抑制 虽然他是一位传教士 但戴维一直对自然科学非常感兴趣 1850年的时候 他曾经前往意大利的萨沃纳神学院 系统地学习了自然科学 掌握了如何制作动植物标本等方面的技能 19世纪中期在古老的东方 发现了大量新物种的消息 不断地传到了欧洲 这就让戴维对于中国充满了向往 最终他决定要来到中国进行考察 19世纪中期 当时的欧洲学界认为 中国没有受到第四季冰川的过多影响 因而保存了极为丰富的物种 1861年 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位博物学家 计划前往中国完成科学研究 戴维被批准一起前往 戴维此行来华 肩负着为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 收集标本的使命 1862年的7月 戴维第一次踏上了这片古老的土地 也推开了一扇物种宝库的大门 在华十二年 他曾三次深入中国内陆 进行动植物资源的研究考察 他把上百种中国的珍稀物种 介绍到了西方世界 也在动植物标本收集 分类命名和生态描述等方面 取得了成果 1862年的这次来华 他就在当时的皇家猎院南海子中 发现了珍稀物种麋鹿 还发现了许多新的动植物物种 这位神父因此生命大振 当他回到法国后 在更多的资助和支持下 他决定再次前往这个神奇的国度 1869年1月 他再次来华 并来到了四川宝兴的邓池沟 在此之前 他听到了一个让他心动的信息 有学者在对四川慕平的调查中 发现当地有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尤其是当地一种被称作白熊的动物 更让他心持神亡 1869年2月 戴维来到了四川雅安市宝兴县邓池沟 这个地区是四川盆地西北边缘 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地带 有着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来到这里之后 戴维很快就展开了博物学调查 并且和当地的人熟悉起来 戴维的日记当中记录了3月11日的一个重大发现 当天傍晚 戴维跟自己的助手来到了附近的红顶山收集标本 傍晚时分返回途中 他们遇到了一位当地姓李的人 这位李先生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 在喝茶聊天的时候 戴维无意之中看到了李姓家人墙上挂着的一张兽皮 后来他描述道 这种皮毛展开与成人的高度相近 很宽 以白色为主 耳部 眼周和四肢为黑色 作为一个博物学家 他不由得感慨 这是多么醒目的颜色搭配呀 戴维判断 这是欧洲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 这位李先生告诉他说 这种动物生活在深山密林之间 以竹子为食 当地人称它们为白熊 戴维兴奋不已 在日记当中写道 我终于看到了一张久闻的黑白熊皮 它相当巨大 真是个奇妙的生物 嘉金山 这里是四川盆地 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第一座雪山 嘉金山周边分布着广袤的原始森林 和高山草殿 这是一座庞大的动植物资源宝库 许多珍稀动物也在这里频繁出没 来到这里的第二天 戴维和猎人们一起向茫茫大山深处前行 随着海拔逐渐增高 拔射越来越艰难 几天后 这支狩猎队捕捉到了他们所期望的猎物 戴维在日记里记录了这一幕 这只可怜的动物根本无法忍受牢笼的束缚 它不安地游走着 时不时地发出哀伤的叫声 甚至撞击牢笼 对于人类送进来的竹子 它很少触碰 遗憾的是 无法忍受牢笼束缚的黑白熊很快离世了 这只逝去的黑白熊随即被制成了标本 连同戴维整理的资料 一起寄往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 戴维在写给馆长亨利·爱德华兹的信中说道 我还从未在欧洲的标本收藏中 见过此种动物 它无疑是我所知道的最亮丽的动物品种 很可能它是科学上的新种 在遥远的巴黎 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学者们 已经获悉了戴维的收获 他们也在等待着这个惊人的动物的到来 1869年1月 来自法国的传教士戴维 第二次来到了中国的四川成都 来到当地后 它组织了一只小型捕猎队 并且捕获了白熊 制作成完整的动物标本 这件标本被寄往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后 引起了学界的轰动 关于这种动物的种种探言 由此展开 从当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 亨利·米勒·爱德华兹的记录当中 也能够感受到这件标本 给欧洲动物学界带来的冲击 当爱德华兹读完戴维的来信 迫不及待又小心翼翼打开包裹之后 他全面仔细地查看了这件标本 他认为 这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新发现 爱德华兹随后在1869年 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之新档案上 公布了戴维的来信 并将戴维寄来的熊猫标本 在馆内进行展出 听说了这个消息后 人们蜂拥而至 普通人围绕着这件动物标本 嘖嘖称奇 学者们则争得面红耳赤 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 认为这是假造的 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动物 还有人则认为呢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熊物 另外有一些人则提出 这是一种全新的物种 那么按照戴维的观点 显然他把这种动物归于熊鼠 戴维的这种分类对吗 1869年 一位博物学家阿尔丰斯·爱德华兹 对黑白熊的毛皮和骨骼 进行了研究 他不仅把黑白熊与熊类做了对比 还特别与此前在中国发现的 小熊猫进行了比较研究 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 发表在关于哺乳动物自然历史的研究发现上 他认为 黑白熊不属于戴维所说的熊鼠 而应当归入幻熊科 并为他命名了一个新的鼠 在19世纪的时候 当大熊猫被发现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它跟小熊猫在亲属关系上比较相近 而且在分类地位上当时限于有限的生物学知识 大家了解的比较少 所以认为大熊猫跟小熊猫应该都属于亲属关系 而且有些人甚至将大熊猫划入幻熊科 因为大熊猫跟小熊猫 它们在生活习性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比如说 它们都特化为以竹子为食的食肉动物 而且从不冬眠 但是从现有的我们所掌握到的知识来看 大熊猫跟小熊猫 它们应该是很早就已经分开了 19世纪60年代以来 虽然有了爱德华兹等学者的分类 但学者们依旧对此争论不休 与此同时 另一个发现为人们带来了惊喜 大熊猫被西方世界发现之后 很多欧洲的学者都对这一物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随之而来的就是 关于大熊猫归属以及分类的问题了 这种争论越来越激烈 主要的观点分成了三派 谁也不能说服谁 熊派学者认为 大熊猫的颅骨 牙齿 这些方面的特征与熊类更为接近 它应当归属于熊科 独立为熊猫属 幻熊派的学者不这么看 他们将大熊猫的牙齿与骨熊类 进行了对比之后发现 大熊猫第四上前旧齿的齿形 与熊类完全不同 反而和现生的幻熊类非常接近 所以大熊猫应该归于幻熊科 还有一派则认为呢 大熊猫在食肉木动物当中非常特殊 与熊换熊相比 它有自己的独立特征 因此应当为它单独设立一科 也就是大熊猫科 二十世纪初 正当学者们还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 一个新的发现为这场争论提供了新的佐证 1915年一个新的发现 为大熊猫祖先的研究带来了惊喜 当年英国古生物学家伍德沃德爵士 在缅甸的一处沟谷中 发现了一种哺乳动物的头骨化石 经过和现世大熊猫的头骨反复比对后 伍德沃德确认 这是一种更加古老的大熊猫化石 此后的分析表明 它生活于更新式早期 分布于今天中国 缅甸及越南北部 这种古老的大熊猫被命名为巴士大熊猫 相比于现在的大熊猫 它的四肢和躯体更加粗壮 头骨粗而且短 同样有尖利的脚爪和凶猛的习性 学者们推断 大约在中更新式晚期 巴士大熊猫逐渐演化 头骨更大 四肢缩短 成了现代大熊猫的模样 同时它们的分布范围和数量急剧缩减 最终逐步走向了灭绝 这个发现 让学者们的目光 投向了大熊猫的起源 也让它们对大熊猫的分类 有了新的研究方向 如果能获得更多的 关于大熊猫祖先的化石 那么就可以更清楚地 确认它的归属 然而 这个时期 关于大熊猫的研究 却引发了一场盗猎灾难 戴维的发现 一方面增加了人们对这种东方异兽的了解 推动了学者们对于这种珍惜动物的研究兴趣 但与此同时 也给大熊猫带来了一些灾难 熊猫 这种黑白相间的属于古老东方的神奇动物 出现在欧洲人面前的时候 一时间不少人都为之着迷 很多博物馆 重金求购一张完整的熊猫皮的标本 而不少动物园却非常渴望能够得到活体的大熊猫 就这样一些西方的邪恶之徒来到了中国 名义上是探险 实则就是掠夺 展开了对大熊猫资源的偷捕捣猎 而在这个阶段 古老的中国贫穷落后 那些官员们各个贪婪 面对西方人的掠夺 他们要么无力反抗 要么冷漠作势 但是就这样不少熊猫死在了西方人的枪口之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 一批又一批的盗猎者来到了中国 为了满足他们的猎杀欲望 这场漫长的捕杀大熊猫的行动 打破了大山的平静 鹤枪水弹的猎人 在人际寒至的原始森林里穿梭着 给这片动植物乐土带来了浩劫 1929年 西奥多罗斯福的两个儿子 来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 开始了一场盗猎行动 获得了熊猫标本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另一位名叫史密斯的西方人 也追随着这股狂潮来到了四川 他的目标是成为第一个活捉大熊猫的人 自一九三七年以来 他竟然疯狂盗猎了十二只活体大熊猫 还被冠以一个熊猫王的绰号 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 不同国家的盗猎者踏入了中国西部的山林 这些昔日充斥空灵之音的动植物王国里 各种珍惜动物悲鸣着倒下 大山也为此发出了无力的叹息 面对一些西方人对于大熊猫的肆意捕杀 一九二九年 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 生物学家胡仙素先生公开呼吁 外来学者来中国采集 皆予取予来毫无节制 其中不乏稀有之动植物或因之绝种 动物中如四不相绝种 大舍羊 皮与舍皆积灭种 在这些学者的呼吁之下 当时的四川省也推出了一些保护性的规定 比如对本省所产白熊和金丝猴 绝对禁止猎杀 不光是中国的学者有这样的呼声 就连西方人当中 也有人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在熊猫的发现史当中 这张照片非常有名 其中的这位女子叫露丝 这只熊猫名叫苏林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们 意识到了大熊猫的珍惜性 他们不断呼吁 禁止对这种珍惜动物的捕杀 然而 在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 这些努力并未能阻止 不断到来的盗猎队 1936年4月17日 一位名叫露丝的美国女性 来到了中国 一个月前 她的丈夫威廉 原本计划捕获一只活体大熊猫 然而 威廉因病去世 露丝这次来到中国 正是要完成她丈夫的遗愿 1936年11月 露丝抵达了四川汶川 随着向山区深入 她不断发现了大熊猫的粪便 露丝后来回忆了非常特别的一天 11月9日的一早 来到3000到3300多米的海拔时 一棵古旧而腐烂的云山树里 突然传来一阵婴儿般的哭声 一个黑白相见的毛茸茸小家伙 呈现在他们面前 露丝后来写道 没有任何比这一幕情形 更令人不知所措的了 她为这只熊猫幼崽起名 苏林 1936年12月2日 露丝带着苏林回到了美国旧金山 文讯赶来的人们 对苏林充满了狂热的好奇 1939年5月份 让人们伤心的消息传来 苏林在动物园中死去了 苏林让无数西方人 第一次看到了大熊猫 乃至爱上了这种可爱的动物 她的离去也触动了不少人 不少热爱动物的人们呼吁 停止对大熊猫的捕杀 这个时期 人类关于大熊猫的科学研究 也获得了新的进展 20世纪20年代以来 来自西方的盗猎者们 闻风而至 希望捕捉活体大熊猫 并将它们运往国外 为了让这些珍稀动物 免遭厄运 胡仙素先生等中国学者 大声疾呼 停止对熊猫的盗猎 与此同时 许多学者也展开了 对大熊猫的深入研究 希望解决大熊猫身上 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谜团 20世纪40年代以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 意识到了大熊猫的珍惜性 一方面 他们呼吁停止对熊猫的盗猎 同时也有不少人展开了 对大熊猫的深入研究 希望解决大熊猫身上 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谜团 同时 一个个新的发现 也引发了学者们的深入思考 1942年 匈牙利的古生物与古人类学家 米克洛斯·克雷·佐伊 来到了位于欧洲中部的 匈牙利潘诺盆地 在这一年的秋天 克雷·佐伊在这个地区 发现了一些哺乳类动物的牙齿化石 他凭借着经验判断 很有可能这是属于一种 相当古老的大熊猫的 此后的分析 让克雷·佐伊非常惊讶 这件化石的地质时期 竟然距今有700多万年前 克雷·佐伊为他设定了一个新属新种 命名为葛式胶熊猫 这是当时他们发现的 最古老的大熊猫的化石 此后许多人将葛式胶熊猫 视为大熊猫的祖先 这就意味着 今天的大熊猫虽然生活在中国 但是它的祖先或许出现在欧洲 一时之间就有了大熊猫 华籍欧义种之说 不过中国的科学家 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古生物学家 裴文中教授就曾经说过 葛式胶熊猫的材料太少 证据难以令人信服 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项发现 就成为了自己观点的有力佐证 1956年岁末 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 裴文中先生 正在广西展开洞穴考古 他曾主持了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 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头盖骨 对世界古人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广西期间 裴文中先生发现了考古界 长期寻找的巨猿化石 与此同时 一些哺乳动物的下颌骨和牙齿化石 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对比研究后 裴先生认为 其中的一些属于全新的大熊猫类化石 根据化石所呈现的特征 裴先生为它们命名为 小种大熊猫 此后的研究 逐步丰富了小种大熊猫的特征 它的体型只有现生大熊猫的一半大 像一只胖胖的狗 活跃在两百万年前 南方丰富的竹林 成了它们的主要栖息地 从小种大熊猫的化石牙齿推测 它已经演化成为了 尖石竹类的杂石兽 裴文中先生的发现证明 在中国应当还有一个 大熊猫的进化分支 但是这个分支的祖先 又在哪呢 尽管陆续有新的大熊猫类化石被发现 但大熊猫的祖先究竟是怎样的 难道真的就像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 它的祖先在欧洲吗 或者说它发源于欧洲 直到1981年一个新的发现 才让学者们对这个问题 有了更加明确的回答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学者 齐国勤和同事们 在云南陆丰地区展开了发掘工作 此前 此地曾经出土了著名的 陆丰古原化石 而在这次发掘当中 学者们发现了一些 非常特殊的化石标本 齐国勤在论文中写道 1981年 在陆丰古原化石产地发掘中 发现的熊类标本 共有两鼠两种 和一种暂不能确定鼠种的类型 多年后 学者们对这些化石 做了更深入的分析 最终确定 这些化石所代表的动物 在形态特征和系统关系上 介于祖熊鼠 和今天的大熊猫鼠之间 它很可能代表了 目前已知大熊猫类 最早的祖先类型 这种化石 此后被命名为史熊猫 正如学者们所说 这一发现 对于解决长期争论的 大熊猫的起源 以及分类地位等问题 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学者们将史熊猫 与葛式焦熊猫的化石 比较后得出结论 葛式焦熊猫 只是史熊猫的一个灭绝旁枝 并未留下后代 中国现存的大熊猫 则是史熊猫 组织演化的延续 学者们的研究 为我们还原了大熊猫的祖先 史熊猫的模样 它的大小接近于一只肥胖的犬 生活在热带潮湿森林的边缘 那时 它的身边活跃着 鹿丰谷园 剑齿虎 和鲁齿象等动物 史熊猫个头不大 面对其他凶猛的野兽 它只能躲避隐藏 茂密的灌丛和竹林 成了它们最好的藏身之所 为了适应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 它开始逐步选择身边的植物 作为食物 为了适应这种吃素的需求 它们的前旧齿变得更发达 旧齿嚼面上 也出现了少量的幼稚凸起 可以更好地将植物切断和磨碎 现在我们已经逐步厘清了 大熊猫的演变历史 在大约距今2600万年前的 建新市 一个古石类动物的祖先类群 分化成了早期的四熊类 和古幻熊类 早期的四熊类动物 到了中新市中晚期 也就是距今900万到800万年的时候 又分化出了祖熊类和史熊猫 祖熊类继续演化 其中一个分支 就是我们熟悉的熊 而史熊猫呢 就是现生大熊猫的祖先 学者们根据化石 对它也进行了形象复原 就是这个样子 由史熊猫演化的一个旁支 叫葛式胶熊猫 分布于欧洲的匈牙利和法国等地 在中新市末期就灭绝了 而史熊猫的组织则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 继续演化 在距今约300万年前的更新市初期 如同胖胖的小狗一样的 小种大熊猫出现了 它逐步地取代了史熊猫 广泛地分布在云南 广西 四川 大约在更新市早期 小种大熊猫演化出了八式大熊猫 在中更新市晚期 八式大熊猫逐渐演化成了 现代的大熊猫 学者们认为 正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 它的生物习性 也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 比如说 它从一种杂食性的动物 逐渐地爱上了竹子 那么为什么它会选择竹子呢 学者们研究发现 中心事实 中国的南方地区遍布着大片的竹林 那时 和剑齿虎这样的猛兽相比 史熊猫不占任何优势 一不小心 它们就会成为对方的猎物 随着一次次的奔波逃生 史熊猫们发现了竹林 才是一片安全的天地 体型庞大的剑齿虎 很难钻进密集的竹林 史熊猫们 逐步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新家 一些史熊猫开始尝试竹林里特有的食物 比如松鼠 竹鼠等小型猎齿类动物 偶尔 它们也会把有一定含糖量的嫩竹子 当作自己的甜点 熊猫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物种 它在几百万年前的演化当中 它不断地调整其实性 森林里面或者是当时生活环境里面 广泛分布有竹子 它开始慢慢地从杂食到植食 甚至到这种砖食竹子的改变 使得它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才能够存活下来 伴随着兵器的到来 史前动物们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 那些走进竹林的史熊猫们得以存活下来 为了适应竹子这类高纤维食物 大熊猫的祖先不得不做出一些重要的改变 大熊猫虽然平时看起来笨笨的 但是吃起竹子来 那手实在是灵活 相当利索 如果是竹叶子多 它会用前掌握住竹竿 往下这么一捋 竹叶呢就攥在了手里 再往嘴里一放就开始吃起来了 如果是鲜嫩爽口的竹笋呢 它会先把外面的皮一层一层地用牙撕开 然后再把笋肉一口吃进嘴里 嘎吱嘎吱地嚼起来 如果仅仅是一根竹竿 那就用前掌握着竹竿 放在嘴的侧面 利用全尺给它切断 然后再利用后面的旧尺 不断地咀嚼磨碎 那么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 它的动作就会发现 大熊猫之所以能够流畅地 完成上述动作 关键就是它拥有抓握的能力 它可以牢牢地抓住竹子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除了人类和猴子等动物之外 能完成这个动作的动物 真的是少之又少 我们人类能够抓握靠着什么呢 大拇指啊 大熊猫能够实现这一点 其实呢就取决于 它一根非常特殊的手指 叫尾拇指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大熊猫的前掌图和它的骨骼图 在它的前掌下部啊 有一块特殊的骨骼结构 看上去呢 好像人类的大拇指 但是非常短 可它呢又跟其他的五根指头不同 没有任何关节 只是帮助大熊猫握住竹子的一个固定点 因此呢又被称作是尾拇指 所以大熊猫看似是六指 实际上啊 并不是长出了第六根手指 而是有一根骨骼呢 特化了 因此被称作是尾拇指 专业名称 称之为是饶策子骨 无独有偶 小熊猫 那个可爱的小东西 它也喜欢吃竹子 这个药丁台 如此 人呢 不是 那这个药丁台 有一句话 那这个药丁台 你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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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肠胃系统形成了独特的生理结构 为了更好的消化竹纤维 他们还拥有了不一般的本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我国的动物学家胡锦畜先生 在对大熊猫的调查研究当中 专门研究过大熊猫的粪便 结果让它出乎意料 通常食草动物的食物经过消化吸收之后 基本呈现出糊状 比如说牛粪 我们很难辨认它进食的是什么植物 但是大熊猫的粪便当中呢 竹叶 竹睛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大熊猫的粪便 不同于已知任何食肉动物 或食草动物的排泄物 是消化得非常不完全的竹子 所以它的粪便呢 又被称之为青团 如果闻一下 还带着一点竹子的清香 胡锦畜先生认为 这是因为大熊猫的肠胃 不同于食草动物 它的消化道较短 因此无法彻底完成 对竹子的消化和吸收 吃进去了之后 没多久就被排出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大熊猫总给人感觉懒洋洋的 不是睡就是吃 只要睡醒了 第一件事情肯定是 咔吱咔吱在那啃竹子 因为它得不断地不停地进食 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营养 尽管大熊猫可以通过不断地吃 来摄入养分 但是学者们也一度感到困惑 如此粗糙的消化结果 又怎么能保障 这些营养物质被吸收呢 大熊猫它已经特化成 以专食竹子为生 从它的食谱来看 接近99% 它是专门吃竹子的 已有研究表明 大熊猫能够消化竹子当中 90%的蛋白脂肪等 大中养分元素 但是它只能消化 接近约27%的半纤维素 纤维素更少 大概是8% 从我们的一些研究结果来看 大熊猫的基因当中 并没有能够编码 消化纤维素的这种消化酶 所以要是能够消化纤维素 它肯定是有其他的一些进化性的适应 比如说它的肠道菌情当中 具有能够消化大量纤维素的缩菌 这样的缩菌的存在 能够有助于它能够消化这些 很难以消化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一方面 大熊猫们采取了多食多餐的策略 尽量减少运动消耗 弥补营养和能量的来源不足 同时 它们充分依靠自己特有的缩菌 实现对这些食物的分解消化 在不同季节 大熊猫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 还会调整功能 以应对竹子季节性营养物质的变化 正是在这些方面的不断升级进化中 它们才躲过了一次次的环境巨变 得以存活下来 从数百万年前的史熊猫 到今天的大熊猫 这个物种跨越了数百万年的历史 然而人类真正从科学意义上 研究它也就不过一百多年 和大熊猫的进化历史相比 实在是太短了 但是对大熊猫生存带来的影响 却是不可忽视的 对于大熊猫 我们有过无情无知的捕猎 也有过反省和收手 有全身心的爱护 还有系统的科学研究 今天国家的相关机构和学者们 正在付出更大的努力 希望熊猫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重达1400千克的庞然大物 到重量不足百千克的简单卫星 小小的人造卫星将如何开启人类的航天时 解码科技时 从火箭到卫星 向其步出